1950年6月25日,新中国成立才八个月,朝鲜战争爆发。 为了保家卫国,10月,毛主席决定派志愿军赴朝鲜作战。 入朝前夕,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英,得到毛主席的支持。 虽然包括李克农等人在内都劝揍毛主席,但是毛主席还是把儿子送上了最残酷的战争。 10月19日,毛岸英随彭德怀入朝后,在志愿军司令部担任俄语翻译和秘书。 11月25日,第二次战役开始,志愿军司令部隐藏在朝鲜平安北道大鱼洞。 由于发暴频繁,被美军发现是志愿军的重要机关,派飞机轰炸。 四架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,投下几十枚凝固气油胆。 在作战时的毛岸英不幸壮烈牺牲,年仅28岁。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震惊了所有人。 直到几个月后,党中央才决定告诉毛主席。 当他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时,很长时间没有说话。 丧子之痛对他是一个莫大的打击。 最后,他缓缓地说,打仗总是要死人的。 那么多志愿军献出了生命,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。 安英是一个普通战士,也会有牺牲。 通定司徒,许多善良的人也许要问, 抗美人潮,毛主席为啥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上前线。 中国那么多热血儿女,何差毛岸英一个人,可毛主席不是这样想的。 1951年3月,毛主席的老友周世昭向他问及此事。 毛主席说, 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,他就不会牺牲。 这是可能的,也是不错的。 但是你想一想,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, 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。 我的这个动议,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,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, 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。 要作战,我要有人派谁去呢? 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,作为一个领导人, 自己有儿子,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, 又派谁的儿子去呢? 人心都是肉掌的,不管是谁,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。 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,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, 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。 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, 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?